各位同学好,我是凌薇老师 你现在所收看的是凌薇老师的英文白宝箱 编码21,这边有网址 凌薇et.com,这是我的永久网址 那RW就是跑道runway21,第21个数据 第二这个主题是数位时代 告诉我们数位时代影响我们生活非常之举 凌薇老师几乎每三天两头不断的更新加那个网址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归宿网路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奇怪,我们付了同样的费用 可是有些网路速度实在是非常的受不了 对不对?我们三乔并升到4G 可是我一直还没有升呢 那李文老师讲解我有什么特色呢? 就是首先你看到李文老师上传了2859个课程 不是200多,2000多哦 今年年底会破3000 你看到没有,这次在转档当中 我上传的课程都是5到10分钟 你看7分钟,9分钟,5分钟,5分钟 他们都锁起来的 所以代表针对自己的网路才会做公开 OK,那有些有公开了 因为它比较是行销的特质 告诉我怎么做的 那李文老师讲解的网址 你可以看到这边 那他进入我李文老讲解的方法咯 这边还特别的重要点 我都可以修给你们看 你看到没有,这是重要的话语 对不对? 那但是对一般学生而言的话 我真的讲解的栏目在这里 叫Net Neutrality Fox Go Slow 很多单子你看不懂 你看,Net你很勉强懂 你要拿当的衣服 你英文不用订我的课程 你的程度太弱了 这边指的网路 Neutrality Fox Dear reader What kept you? Perhaps you are visiting film streaming service Netflix Discussion forum Reddit Blog inside WordPress Or any other dozens of other popular websites Where users are halted And endless spinning loading icon 什么叫loading icon 就代表不断的转 不断的转 好久哦 有些太久就不去了 If you first thought When to If you first was to send an angry missive About your internet provision The stone has worked 好 什么意思啊 就代表大家表达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为什么我的网路慢 有些网路快 所以他这篇文章 政治的重点就出来了 在这里 好 Levon老师解释文章的方法 有三个 第一个 我会逐句讲解 反正一篇文章重点 5到10分钟 老师为什么不去我讲 你也没有那个耐心 也没有那个黄金时间 现在是科技时代的 我们文章抓重点 就可以了 嗯 很多人同意我这个看法 SPIN 在荧幕上可以看到了吗 你看我一打就秀出来了 Levon老师速度就是这么快 OK Spin 那在这边的话 Spin 他其实刚才有图像 已经告诉你了 你看就是思考的速度就得快 Provision什么东西啊 有人看了半天不懂 他就很简单 从这个字变来的 你看到没有 这是Levon老师提供的速度 非常的快 他的名词就叫Provision 只不过你看不太懂 好 这个关键 所以Levon老师讲解的方法 有三个 第一个是我自己的光碟字典 跟着我自己说 现在呈现了这个内建的字典 OK 你们看到很清楚啊 第二个呢 就是所谓的Google翻译 Google翻译提供我们一个翻译的方法 你看issue 好这边有出来了 再来第三个就是光碟字典 我刚才讲的是讲太快的 讲到这个 好你看到没有 issue话题议题啊 是代表说 他这边文章的重点在这 Net neutrality The idea that all data on internet should be treated 这个字还真不好念啊 我知道equal的发音 但这个字我们听听看 发音 公平 equitably 对不对 regardless of content and provenance 看没有单字非常的大量啊 你应该看得懂content吧 regardless是高中的基本片语呢 是代表说 他只是告诉你说 我说网络就告诉你结论啊 他说我们有些人付费的时候 诶 通常付费有人快有人慢 所以怎么样呢 就是文章探讨的重点 所以我们想学英文有三大目的 一个就知道心知 不要只把自己活在一个鬼岛上面 第二个复习英文 对不对 看了很多的英文 你看光stunt stunt这个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我这边应该有那一件 stunt 看到没有 出来了 所以各位朋友 很多学习是随时的 李永老师每天就让你收到两篇课程 五到十分钟 两篇泰杂志跟经济权杂志导读 但是这边的tunt 他翻特技吗 也不能翻特技啊 所以很少学生愿意去订泰杂志的 或者是买经济权杂志的 第一个费用昂贵 第二个是 你看了不懂 后来就变成一个摆在那边的 堆叠的起来一个计划 买的时候是知识 卖的时候是纸 你根本让这事情发生吧 你看这些东西 才真的考到你的多益跟托福 真的分数能上升 才能深度阅度 改善自己的智商 而且你的智商会决定另一半的智商 还决定你下一代的智商 我没有讲错吧 所以学东西 本来就三个目的嘛 第一个新知 第二个提升自己英文 第三 就是让自己的生活也能受到影响跟改善 这是我们学习最大的目的 所以不要浪费时间看垃圾新闻了 订阅林文老师课程吧 对的事情就要互相支持的 OK 空中相会 你知道怎么找我 有林文ET找到我了 反正找到我之后来订阅我的课程吧 空中相会 拜拜